开始,这把果然如大兄弟所调,牛哥法国,拉拉拉,印度,法国打印度,牛哥这一局,又遇到两倍钱,这把是法国打印度, 我算法有没有结算了,忘记结算了,再把拉拉拉赔率0.5,牛哥赔率0.1,来, 拉拉拉赔率0.4,他妈的0.5太高了,拉拉拉赔率0.4,所以你妈的地形又好,后面又是煮石头煮房间,牛哥这个民族不好打,拉拉拉0.4,牛哥1.1,拉拉拉0.4,牛哥我先锁定一下视角吧,把国吊打一次。 告诉大家,印度不光有骆驼,还有骑兽,还有骑兽,还有骑兽,要警察的兄弟们来, 拉拉拉0.4,牛哥1.1,再把它马上看就够爆了,要警察的兄弟们抓紧, 骑兽,摹号风球距离,又用骑兽的兄弟们打一次, 不妙打,我妈的,这狗子的后系也很强啊,前系也不弱。 刘哥贏的那一把也是靠硬压制,这个就压不了,这个就很难压了。 XX加拍车,印度也有XX呀,人家印度也有XX呀,他妈的。 刘哥很少打出XX加拍车这种。 XX,手砰奥,你还在里面? 刘哥,我还你很高兴。 刘哥,你还在里面? 真棒 他他家斧头人家有奇色呀 他妈的印度有奇色呀兄弟们呢 看你这种玩意 印度有奇色呀 封盘了吗 还没有 马上封盘 我来看一下 牛哥地形是不错的 我把牛哥切成蓝色 看牛哥视角 然后烂哥的地形石头靠后 黄金靠前 还行吧 包附近的话这个地形还不错 唯一的缺憾就是黄金 两个地形都很好 牛哥是四个农民把握 就是不会老实跟你打肉马 那个呢 那个三个都没法目 那个应该是打肉马 第一把牛哥辞得太可惜了 三千黄金出肉马那一波 结果就是一个摆 等一下 导致了这个比赛到目前会整个被动 要不然牛哥前两局取得二比领先 那么心态都把你打碰 牛哥也要打肉马 现在那么感觉这个 这个拉拉拉他妈到现在状态还起好 那个会稍微快个三秒充 两个都是十九匹生 二十匹生 二十匹生的支部 跟一个印度打肉马 无所谓 无所谓 前期的时候肉马上面 法国肉马更强一点 你只需要在城堡之前 调整一下经济 转一些别的兵种 就看烂哥有没有灵性 没关系 如果说烂哥没灵性的话 等一会牛哥肯定会权威起来 权威起来以后 他如果判断不出 牛哥会打虎头的话 他就崩了 但牛哥里面有没有石头 我会收到不用急 没石头 主石头在这里 副石头在什么地方 副石头在什么地方 完了 没有石头要怎么办 里面没石头 打叉杀吗 叉杀和上BK 农民赶路讲究 叉杀和上BK 里面上来说也是一样的 就印度这把 他要是有灵性的话 他就会打骑射 或者打布弓 他如果打骆驼的话 他就刮皮 牛哥这个地形 三下五除了就危险 我希望牛哥在把人 我说希望牛哥在把人 什么 我说 他就知道 弹哥要是能坚持到后期 隆尔斯崩掉也是有可能 目前 你不能说他菜 他虽然不厉害 但是 他很耐操 他就是 是比较不耐操的 龙老师人比较胖 所以前面有点针不上 如果说能打到后期的话 龙老师肯定是有点危险 但是 我就看他们这个前期 我都觉得他活不过龙老师才对 应该是活不过龙老师的 龙老师前期那么凶 你除非拿到一个非常好的地形 要不然浪哥想黑掉龙老师 我觉得很难 你可以黑掉Tim Tim多少只能算一个2500 龙老师算了一个2500 阿拉伯上面龙老师比Tim 厉害太坚 又厉害又稳定 不能说稳定 厉害太多了 厉害太多了 他的下限也会比较高 这个就从11点半 到2点半 接近快2点半 我是觉得 浪哥如果想黑掉龙老师的话 以现在状态至少说 拉恩再把自己家围起来 牛哥在把打肉麻 也是要把自己家围起来 牛哥这个地形还可以的 只要横着这里拉 然后这里起个房子一堵 3块黄金在家里 右下角只有充值和背包 对 2块黄金在家里 2块黄金在家里 有什么点什么嘛 竟然只有充值和背包 那个背包 背包底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 如果没东西的话 就充值一下 然后再放下东西 牛哥这次把自己角落已经围好了 这次没有漏 这个口子我看他要转 可以围大一点 围大一点无所谓 这个地图可以围大一点 可以拉一下 有可能会碰到狮子 2个人肉麻固键 看到他在手马 但是这2个人打就贼佛系 2个人都是佛系 你不过来 肉麻 这边肉麻在外面 捞一波 牛哥在手 就是手这一块 2个人 预计多轮 这边还强了一波肉麻 老师是放话说这个浪哥一局都赢不了是吧 只要浪哥赢一局,老师就叫他就给你说 老师很膨胀,但是这个膨胀我是没什么意见 老师是转八场,转弓,逼迫牛哥转马,或者是转什么东西 这兄弟打肉马加弓,然后转骆驼,逼迫牛哥爆马,然后用骆驼抵抗 牛哥在那里怎么办,我想知道牛哥在那里怎么办 敌人转了一手不攻,也飞到天上流浪,体调很密 八场位置很密,这啥边打局有套路,真有套路 有套路,有套路,城堡实在也不会太慢说实吧 牛哥城堡实在更快一些,黄金弯的过早了一些 这也是没落的,进不去 主要是关心牛哥会怎么打 印度的话现在打法很多遍 诶,他起了靶场,我看一下 偷偷出步攻可以,他这个靶场起在后面 很心机 我就说这个玩家,如果说有灵性的话 他一定要把 牛哥城堡实在做得很极限的,有极限场 他选择了把步攻 这里面在一攻 牛哥要落头加攻 牛哥会选择 牛哥依然是要先把经济到大 牛哥 双方路,这边在白头 你别说,我帅先点下 我靠他妈的,对面也点了 他妈的,对面也点了 他对面也点了很多 对面也点了很多 各种反套路的 你套路我,我也套路你 看谁上的 大家都不会起来的情况下 谁也不知道谁在出什么 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判断 比如说,你看一下对面肉马有没有生技 有什么科技 你就大概可以判断出对面出了什么兵 如果说,他到了城堡时代 然后肉马连个血球都没生的话 不要想 肯定出了是步步 然后自己压了头 是吧 但是因为浪哥升得太快了 牛哥都要把他想偷经济 不行了,而且不知道牛哥有没有看到 牛哥也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TC的科技 他没看到TC 他如果看到TC的话 看一下有没有生加1的攻击 也可以判断出来 浪哥因为升得太快 所以说这个步步的数量不是特别多 以这个数量的步步来说 你连个城堡你都打不进去 牛哥果然是打马的 相互套路 两个人 两个人相互套路 可以 先打一波马 情况不对 等你转骆头了以后 我再加河上 然后我再出其他兵 浪哥这个时候又加了一个马 就可以了 两个人 好能套路 出来了10个攻 牛哥 这几个是极甲路 牛哥什么都没有生 他就是出来假装 让你以为他在出不攻 然后死则偷偷在出落 牛哥就升了一些攻击 没升防御 就不能真诚一点 牛哥在这边下TC 火车 人家害怕VIP 我怕 我今天不觉得VIP如何 今天觉得VIP厉害的 那都是看的不清晰的 今天VIP打的就那样 厉害的不是VIP 厉害的是ACC 这个能吃 有个赶紧下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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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牛哥打的很稳 很稳 很稳 我靠 很稳 对面也要下TC 对面打到凶的时候 还做经历 牛哥上层上TC 这包防住 这包防住 牛哥三个嘛 防住这包 牛哥这时候牛哥哥和我三个 对面也是 对面也要出来下TC 能不能打一大规模的过程 直接以偷经机为主 就比如说有七八个和尚 然后对面骆驼有可能十来过 这样子打的话 能不能 对面也下3TC 对面能不能领先一够 但牛哥3TC起好了 3TC小经济可起飞 牛哥不如还是过路 预约我引一把送一架飞机 这么好吗 可以 这个罚牧牛这个名字起的 没 不是说 不是说 没到一样 我可以先进到那些 牛哥就是一个罚牧牛 总是喜欢骂很多不同 罚牧牛这个名字 好像是当初谁取的 是吧 罚牧牛 罚牧牛 罚牧牛再把再次开启了罚牧 对手现在也是3TC小 农民没用死 没领先有死 对手没求了 牛哥又求了 牛哥和上多出几个 这个牛哥准备帝王转斧头吗 你转斧头敌人有骑射呀 这个牛哥准备的印度刚后期吗 法国 XX加斧头 他有骑射 牛侠加 xX 对面弱坡加七色 冲动判断有失误 每个时刻都准 你看我作为一个高手 有的时候判断我也 这时候牙皮可以去呢 对面不会让刘哥亲的安心 以我看来VIP今天晚上的表现 一把特别是一把打了一坨石 农民苏刘哥目前零先一把 他打的没什么亮点 对手不差一样 说实话这个对手真不差 该凶的时候他会怂 该凶的时候他会怂 他用各种方式让自己去送死 刘哥零先300分 农民苏零先两个亮点 把他拉下的也有很多方式 ac7的战士非常成功 直接压比他要强打 现在是能够找到一个房子 看到没有 我是不是有说过 一定要起一个木杖来 不要直接围死 知道为什么呢没有 不深叉叉还防不住 这房子歪一下 起个木杖来围起来就好 刘哥现在打的就是跟我说的差不多 以和尚为主 然后少量的吧 准备到核打 看下效果如何 以和尚控制有点水啊 然后就只有一个和尚在招啊 明哥你这个看 明哥要得小小的瑕疵啊 明哥 不过了 还打一个 打人了 招了三十个 这波敢打吗 留个和尚多 这波留个不回 这波留个肯定不回 这波留个雪转 雪转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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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这三个和尚雪转一波 对人还要送出车 这个车很帅 对手的木车也不足 这波掉回手一波 不用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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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雪转一波 这波留个大转 这波留个大转特转 要马打骆驼 这波要马打骆驼 这波大家和尚打骆驼 标的法国 如何马爆一度 加力赢 整叉叉 加了一个冬营 整叉叉叉叉 嗯 行吧 反倒是硬度多起 他上面要出落头 要爆了 等下 好奇怪 怎么感觉颠倒过来 牛哥下分数好高啊 牛哥现在高了900多分 怎么做到的 3CC 弄力数77比68 多了10个 这波6平 你老妈的 马把骆驼给干死了 牛哥的马爆 果然是不一样 有特色加强 哇 现在萧老板送了两张飞机 谢谢 这时候因为把额太晚 所以说当时赢了以后 没有什么比例 还好还好 直播间的各位老板 可以 太照顾了 谢谢 谢谢 这把打得很帅很帅 我操啊 牛哥他妈的终于这一波 这一把不会犯错的 这一把不犯错 牛哥现在马 加上河山 加上叉杀 要准备把敌人推了 牛哥要马爆印度 马爆印度 而且他没升攻击 牛哥现在 牛哥要神奇的马爆印度 牛哥现在没杀起来 牛哥现在石头 牛哥在起刷 和上个防守 但是敌人挖了很多石头 牛哥现在说 挖了很多石头 挖了很多石头 他好像要准备起来 他只能压前面 他不能压太远的地方 牛哥身体两方 神叉叉 牛哥怎么说 牛哥的石头有挖了很多石头 牛哥可以压高度 牛哥只能起来这里 牛哥只能起来这里 只能起来这里 牛哥这边要压过来了 牛哥BK内 牛哥BK起关 牛哥可以先大墙 牛哥 check 打得很凶 猜的 suitable 究竟要长斧头 牛哥帝王时代很快 牛哥要再次压城鲍 牛哥将先夹魔法 拿过多少 冲孔后 功效率 comeback 开挖防 97比86的农民 这个城堡起的有点飘 不能起这里 起高地就好 起高地已经后才不帝王 然后上面开始有什么城堡 有个孤帝王挖我操你 有个孤帝王挖我操你 哥姐也压个城堡 谢谢了 敌人的城堡掀起来 什么视频也有 昨天的视频已经有关 敌人的城堡掀起来 都大 加高地 这波全城 这波通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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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哥可以停波农民点滴王 停波停手舞点滴王 这个就赢了 这个就很稳了 这个就很稳了 这个就很稳很稳了 你看刘哥一瞬风 连胜物都开始减 这个就很稳了 这个其实减胜物的东西 刘哥不是没有意思 他只是有的时候被麻烦了,对面的经济不好,你别可以给你弃 实物不清晰就是不强 牛哥要强冲这个程度,先强冲一波 强冲一波可以,强冲一波 你用那个高地,高地的程度也不够,强冲一波 这把被牛哥在那边死,牛哥抗住了印度这些阶段,哇哇哇,又好换 需要牛哥抗住这把敌人的印度 要抢,有人在强打,对手抢帝王,有人在强打,王国农民你将20个 这个程度是可以冲掉,这个程度是百分之百可以冲掉 对手好像打算再起个程度 对手好像打算再起个程度 对手好像要打火墙 牛哥有点帝王了,好了,闻了闻了,这个就闻 这把本子,这个程宝是肯定冲掉 这个程宝冲下来毫无压力,牛哥抗暴 牛哥现在在转护 牛哥就是拉不到西里 牛哥现在起八场,你现在出新射吗 牛哥抗暴还是很重 牛哥最大的就是抗家和尚就好 抗家和尚就好 抗家和尚 你还能干嘛 牛哥经济好到暴 牛哥在这个军上拔到真可以游侠马暴 直接冲 来,这个TC卡录到 一清晨暴,老子就把你这个黄金TC 满得很,满得很,我靠 来来来,下牛哥的兄弟们可以揮我了 提前进 速度速度,下牛哥的兄弟们直接揮我了 我先把账钱,好好看局 好好看局 你们抓紧,抓紧,抓紧,抓紧 下牛哥到先揮我 我先把钱揮到先 我要是把牛哥来死了,这个钱我就算赔了 我就算赔了 赶紧赶紧,下牛哥的揮我 他生化学,他要出火枪 不好意思,火枪打不过斧头 火枪是打不过斧头的 同等数量,火枪是被斧头给灭的 你真想什么呀 我不信了,傻逼他 他拿到你的火枪可以打得不过斧头的 对,来吧 来吧,来吧,来吧,来 来,来,来,来 速度速度,速度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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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把你跑前腿插死了 牛哥是先把XX收集的 走远了吗 下去,两千,你现在差了两千多钟 这才是我们的牛队 三千多了,兄弟,看一点分数可以投降了 ooo 啊 太 Obama Andrew droite则上就倒在要三点的 那样 ур 我去杰森局了 我去杰森局了 杰森局了 牛哥在把他打成血腥之后 杰森局就不太好办了 杰森局就不太好说了 牛哥在那里马爆印度 马爆印度 伤得老了 这4个 到到兵守秘 我又听到剪剩部的声音了 看不到没有 一张顺风剪剪副键 这个火箱有暖用 牛哥游侠了 牛哥游侠直接叫你做 直接叫你做 牛哥是打算去边的人甩一把 是要慢慢享受吗 不要等到游侠再抽击吧 你的火箱顶端打几个星星,准备决赛女兄弟们了,牛哥马上可以点击,正面一波清妙,直接正面一波清妙,清得很干净,清得很干净,不要到这时了兄弟,到这时就继续从来没成功,对,打几秒和尚很关键,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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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 牛哥要是游侠了,马爆,牛哥这个局终于不会出肉麻了,牛哥已经把游侠点了,牛哥游侠,牛哥点下了,法国游侠,满宫,满宫要是几,两千多的木材,挣扎你妹夫还挣扎,这里几个农民啊,牛哥是看在眼里,藏在心里,你要去哪里兄弟,牛哥农民要去哪里,准备决赛你, 他要出落头,不会吧? 继续尽尤 » 团形aja! 牛哥 попроб aíا! 确实容易被针对啊,确实,容易被针对, 比赛士呢,过来是 pous known in the perspective while you don't get cro